而再过两个多月就要投票了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位在新北市的全国竞选总部 今天开张 蔡英文 参选 蔡英文 参选 蔡英文 蔡英文全国竞选办公室开张了 总干事吴乃源带领一级主管 刻意选在十一点拜拜 负责装裸的 就是素有绿军新国师称号的 翁三雄老师 主席的这个八字五汗 竞选的技术都有加分 十一点的时候最好的 对对对 十五级真 十五级真 九五级真 送进总统府 一百零八个 一百零八个钱 那可以怎么样 可以 小英的小额坚款比较多 这个招财 不只依照传统习俗 找来职业三十年的资深勘语师 蔡英文总部也很有现代感 欢迎欢迎 一进门映入眼帘的 就是台湾造型意向台湾术 黄色灯泡象征外岛 澎湖金门与马祖 二楼幕僚办公室首都不光 十二个大大的箭头 就是竞选主轴 台湾NES的具体化 蔡英文办公室灰黑白冷色调 很有小鹰的极简风 作为后头的御山奏型台湾术 是知识惹送的 象征蔡英文 有靠山 当然希望他们整天 在外面很忙碌的行程 回来之后能够 也能够静下来 从不开销列为最高机密 还说电视是借的 LED灯与家具都是租的 装潢不超过五百万 可以冷住的影 就怕风光开张的竞选办公室 太招摇 反而招来 负面观感 这位小黄建立教育 新北市采访报道